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大年初一 先给大家拜个年 真的是感谢大家一年以来对小马频道的支持 大家的支持是小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小马准备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快更新的技术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小马技术频道 咱们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今天我继续为大家带来Doka的视频 今天为您讲解哪个主题呢 大家请看MongoDB 这是一个NoSQL的数据库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 咱们用Doka技术来快速搭建咱们自己的NoSQL数据库 是这样 如果您还没有接触过MongoDB的话 没关系 小马技术频道呢 在前几年 往事两三年前了 给大家做过 专门做过一套MongoDB的教学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套视频 应该把MongoDB呢 都给您讲清楚了 好不好 今天呢 咱们就用Doka技术 快速搭建咱们自己的NoSQL数据库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使用Doka容器快速搭建NoSQL数据库MongoDB 然后呢 今天我给您使用两个DokaHive里面的镜像 一个呢 是MongoDB 一个是MongoDB Express 为什么还要加Express 它是干什么的 首先说 MongoDB这个镜像是给咱们提供了数据库服务 对吧 然后Mongo Express呢 是提供了UI管理工具 这两个呢 缺一不可 您不可能说通过命令行去管理数据库吗 很不方便 对吧 咱们一定要需要一个UI工具 今天呢 我会给您介绍这两个工具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同时呢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我小马部落的Discord专具 有兴趣的朋友呢 加入我的Discord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个不是MongoDB的官网 这是MongoDB在DokaHub上面的官网 咱们一起来访问一下 今天呢 我就准备给您采用这个Doka镜像做讲解啊 这个是我的官网 好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是Doka官方镜像它支持的 而且呢 咱们通过这个指令就可以下载到MongoDB的最新版本 然后呢 大家请看 这有个Tag嘛 Tag也标记着 当前Tag咱们都提供了哪些版本 大家请看 到今天为止还提供3.3X版本啊 OK 咱们呢 就是基于这个镜像呢 我给大家讲解 如何讲解 您看我的课件就够了啊 好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该怎么做 今天呢 我还是给您采用Amazon云服务呢 为您搭建这套系统 同时呢 小马呢 再过几天吧 我准备给大家开Amazon的课程啊 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学习那套框架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流行啊 世界No.1 好 咱们先不吹AWS了 咱们往下看 我呢 准备给您搭建 提前呢 我已经给您做好了这个server了 咱们做个拷贝啊 然后呢 在我的控制台 咱们进行一个输出 稍等啊 我因为用的是Amazon的Linux2 所以说咱们应该是用这行命令进行连接啊 OK 好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刚运行 它 所以说看一下 Docker版本都在啊 OK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就开始基于我这个环境 我为您搭建 怎么做 首先是这样啊 大家请听好 咱们要用Docker搭建一个数据库服务器的话 咱们不可能说 把咱们这些个数据文件 最重要的数据文件保存在Docker里面 是不可能的 咱们应该保存在host主机 对吧 所以说咱们一上来干什么 咱们应该在host主机 先建一套基准的目录 干什么 保存一些数据库的初时化脚本 甚至说 今后呢 咱们做数据库备份的时候 备份哪些个文件夹 也应该咱们提前做好规划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用的是AWS的EC2 对不对 其实备份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不用咱们自己管理文件夹 咱们自己做压缩 咱们做备份 用AWS里面的stop shot 这个镜像功能就可以做到 那个呢 今后我再给您讲解吧 好不好 那咱们今天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我呢给大家在本地建几个宿主目录 然后呢 映射到doker容器当中去 然后呢 完成数据呢 在主机进行备份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啊 OK 那咱们在当前文件夹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咱们开始建啊 先建一个monger的目录 然后在里面再建初始化脚本 然后再建数据文件夹 就是咱们数据库文件 具体的物理文件都保存到哪去呢 都放到这个data点啊 好 接下来这是数据库服务 config db 做一些设置 也把它建上 好 基础目录建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编辑一下这个doka compose 我呢 提前给您编好 您呢 一直接拷贝我这个compose呢 就能够在您的本地 快速搭建起来一个monger的db 好不好 大家请看一下我做的一些设置啊 首先镜像呢 我采用的是4.2 对吧 当时我给您做刻键的时候 采用的是3xc啊 现在它都出到4xc 所以说 今天咱们最新的4.2 好不好 然后呢 容器名叫做monger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每次服务器端充启呢 它都要跟着纯启动 没有问题 然后呢 端口号27017 这个没说的 您就要改成18也可以啊 然后呢 这个是 大家请看 这行 这command 减减 author是什么意思 是说 这个数据库您要想使用的话 是需要做用户认证的 而不是说 所有人都能够用 这是不行的 需要做一个用户认证 数据库认证 这是必须的 对吧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是卷标映射 我刚才建的这三个目录 大家请看 这三个目录 对吧 全部要映射到 咱们都可 静向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它里面做的任何的数据的改动 都会反映到主机上来 对吧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三个位置 这是干什么的 这四个位置 这干什么 这是初始化一些mongo信息 也就是说 在里面 大家会建一个dbadmin 然后呢 给个口令 同时呢 我默认还给一个数据库 对吧 然后呢 这是设计您的timezone 您是在美国纽约 在北京 对吧 在哪 您的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设 对吧 好 接下来 大家 另外一个镜像 mongoexpress 这是干什么 刚刚跟您说了 这是mongoDB的UI管理工具 咱们呢 也需要安装 我什么都没指定这个tag 对吧 那就是 也就是说 安装是永远安装最新版本 对吧 然后呢 每次重启复 都要重新启动 同时端口呢 它默认的是8081 把它映射到主机的80端口 这样的话 一会咱们通过浏览器 就能够访问到 同时给它初始化 几个环境变量 这个环境变量呢 大家请看 就是刚才mongoDB的userID和password了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这个mongoexpressUI管理工具 就会自动的登录到数据库 进行维护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好 配置文件其实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试一试 我把它拷贝到咱们的 AWS Amazon EC2 然后呢 建这么一个Dokar Compose 然后把它拷贝过来 这个Dokar Compose 最新版本应该是输到了3.9了 是吧 咱们用三系列语法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拷贝过来 然后存盘退出 是吧 在呢 没问题 咱们目录也在 是咱们设置文件也在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开始打包镜像 咱们呢 先做个编译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今天给您准备 这个Dokar Compose 没有打包镜像的过程 但是呢 我也要给您执行一下 为什么 让您看一下它是实际运行的 应该是咱们先打包 再运行 对吧 这个顺序 我认为咱们不能够丢啊 有朋友说 我直接就up了 最好别这样 咱们不管有没有镜像 咱们最好做一个打包动作 好不好 这个其实也是小马的习惯 咱们有了Dokar Compose 一定要先做一个打包的动作 或者说叫做编译的动作 哪怕您 大家请看 哪怕您没有image里面需要打包 但是做这个操作呢 我认为是一个好的习惯 万一有呢 对吧 您忘了 那不就坏了 对吧 好 接下来闲言扫续马上开始 咱们通过Dokar Compose Up 把咱们的这个Dokar服务运行起来 大家注意看 Go 它现在去真正的 从Dokar沙巴上面去下 Dokar沙巴是日语 从这个Dokar Hub上面去下载 Mongo镜像 以及咱们的这个UI工具的镜像 然后呢 在本地启动一个服务 一会儿咱们通过这个Nmap 扫描一下本地端口 咱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咱们一点点的做 下载速度大家请看 用这个AWS感觉速度还是很快 OK 很快啊 马老师是吧 好 咱们Nmap一回撤 大家请看 我本地开了一个80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UI的工具已经启动起来了 但是大家请看 Mongo的端口这个地方是没有看到的 没关系 它被系统隐藏掉了 咱们通过UI工具 应该现在可以看到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试一试 再控制台 我重新再拷贝一下这个IP 然后呢 咱们敲过来 这样的话 咱们就应该看到管理工具界面 OK 大家请看 管理界面已经起来 默认了给咱们有三个数据库 是这样啊 这个NoSQL数据库的好处在于哪吧 好处就在于 咱们不用去像 像这种关系型RDB那样 我得先提前设计表 是吧 提前设计字段 提前设计表关联 不用 咱们弄SKL 咱们想到哪就建到哪 就这么灵活 咱们甚至说不用建一个数据库 它就会自动给咱们建个数据库 对吧 OK 那么咱们数据库服务 已经建立起来了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 我想给您编点程序 咱们实际去访问一下这个数据库 怎么样 怎么编 往下看啊 那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给您准备一个 Node.js的应用 咱们呢 编写点Node.js代码 去连接使用下这个数据库 对吧 为什么 Mongo里面其实也是用了 JS脚本的语言嘛 对吧 所以说呢 一通百通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咱们在本地建一个 Node.js的用程序 然后呢 去访问咱们的Mongo服务器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啊 首先咱们先建一个 本地文件夹 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做一个 Node.js的项目出使化 这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需要安装一个依赖包 叫做什么 叫做Mongoose 它是什么 它是把MongoDB打包 封装成一个对象 让咱们进行编程 也就是说咱们不是传统的编程方式 而是面向对象的方式呢 对MongoDB进行编程 咱们马上试一试啊 首先咱们安装这个包 叫做Mongoose 您如果要学习 Node.js加MongoDB编程的话 我首推您使用这个库 进行Mongo开发 这是我首推啊 我前两年做过一个 自己的项目 运用就是Mongoose 非常好用啊 所以说极力推荐 好 然后咱们编写一个叫做Mens.js的代码 编写什么 大家请看 在下面啊 呃代码呢 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一上来 把咱们这个Mongoose 刚才的库呢 引用进来 然后呢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咱们今天运行的主函数 这个这个主函数都干了一个什么事 大家请看 首先 用Await方式 这个Await咱们大家都知道 返回一个Promise 对吧 用Await方式去连接一下这个数据库 对吧 大家请看 连接本地数据库 数据库名叫做MyDB 然后呢 下面这个地方 是用户认证信息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咱们的Node.js客户端 去连接数据库的话 需要给用户提供一个认证信息 大家请看 认证员是Admin 然后呢 下面呢 是UserID和Password的 通过这个方式呢 MongoDB才能够接受咱们对它的增山查改 对吧 OK 刚才咱们的UI工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在这个位置 咱们已经有了一个授权信息 所以说呢 咱们在浏览器中 能够马上看到这个管理画面 对吧 那么咱们Node.js呢 也需要提供一个初始化的认证信息 咱们才能够对这个数据库呢 进行编码 对吧 那么这些代码 大家请看 我现在圈住了这些代码 就是连接数据库 提供认证信息的过程 OK 那么咱们代码 如果没报错的话 说明连接成功 接下来干什么 大家请看 这就是Mongodb灵活的地方 他把咱们定义数据库的 Skema 这个集合 以及这个文档的字段内容 都放在咱们代码中 进行定义 所以说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 Blogs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集合 可以把它理解为表 都是没有问题 后面呢 您可以把理解为字段 我这个Blogs 我的博客表 对吧 或者说博客集合 提供了两个字段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content 这个字段 您随便提供 您再可以 比如再加一个 create date 等等字段 都可以 没有问题 这是Mongodb灵活的地方 也就是说 咱们在编码的时候 您想加什么字段 就加什么字段 就这么灵活 它非常适合于 这个Ajail的变程方式 对吧 OK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 博客字段 或者说叫做 博客集合的类 对吧 接下来 大家请看 下面 我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循环 干什么 往咱们Mongodb里面 加十条数据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因为我定义了 博客表 或者博客集合 那么我在这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我去拗这个博客 这个类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会向这个类里面 这个集合里面 加字段 我拗谁 就像在这边 声明了一条记录 或者说 声明了一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 进行保存 这样的话 就会保存到 Mongodb里面去 是这样 如果您对Mongodb 还没有基础概念的朋友 可能理解一下 非常费劲 怎么我什么都没干 就能往里面加数据 这恰恰是Mongodb 强大的地方 您不用拘泥于您的数据细节 您就想加什么数据 就加什么数据 所以说 它更适合于做大数据 大数据是没有规范的数据 对不对 有可能五个字段 有可能十个字段 有可能一百个字段 多可能 对不对 但是Mongodb 泥沙全下全部接收 这是它的强大的地方 OK 咱们通过这两行代码 就可以加入一条数据 那么咱们通过循环的话 加十条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试 书完就干 我把这代码拷备过来 这一期课程 我不想做时间太长 好 拷备过来 存盘退出 好 然后应该是可以了 先清一下屏 我看在吗 在对吧 然后咱们敲 Node们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从档一到档十 说明咱们档了十回 对吧 咱们加了十条记录 加没加成功 马上看啊 我这做一个刷新 大家请看 我连数据库都不用件 它默认的就给我出现 一个数据库 对吧 点击之后 然后大家请看 这地方多了一个博客表 对吧 在博客表里面 大家请看 完全都是自动 咱们根本就不用定义 什么表 什么集合 什么字段 什么每个季度里面 有多少字段 都不用定义 大家请看 我刚才加的这些数据 全部显示出来 这就是弄Sql强大的地方 它不急于 我得先设计好 才能见 不用 上来就可以见 上来就可以干 所以说 我做了很多后台的爬虫 干什么 我收集各大网站的新闻 我就采用弄Sql 非常方便 为什么 因为各大网站的新闻的 字段都是不同的 但是泥沙全下 咱们NoSQL数据库全部接受 这是我非常喜欢 NoSQL数据库的原因之一 另外 今后小马会给您开AW课程 在AWS里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NoSQL DynamoDB 到时候我也会给您讲解 那个数据库 好 咱们显然少叙 今天的课程应该就是这么多了 今天我带着大家 咱们用Doka技术 快速给您搭建了一个 NoSQL数据库 Mongodb希望您对NoSQL 以及Doka的Mongodb有所掌握 然后我今天的课件 都会放到我小马部落技术专区 有兴趣朋友 您进我的Discode 下载今天的文档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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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